嗨,大家早 现在是早上的七点多 我今天没课 但我还是起得特别早 因为我最近报名参加了一个朗诵比赛 然后马上就要截职了 所以我是专门早起来赶滴滴奥的 没时间了 我觉得我还是一边准备早餐一边说吧 我参加的是一个中国的全国性的朗诵比赛 因为我一直以为我的截止日期是6月30号 结果我老师昨天跟我讲 这个星期也就是两天后就截止了 然后这个比赛的初赛是用video的方式来参赛的 所以我们学院就要先提前审核的筛选这些视频 最后才把那些比较优秀的作品一起打包了 搅上去给主办单位 所以就提前挣着两个星期 我现在想到我要在一天里面完成那么多任务 我的脑袋就要爆炸了 其实我很想在门口练声 但是我怕你去拿臭鸡蛋丢我 中国 中 中国 家 这个也不是我家 戴小华中国行 戴小华中国行的文章 沙城 沙城 OK现在我要先录一遍给我的老师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如果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话 就可以直接按刚刚链绳找到的那个感觉 直接去录比赛的video OK我已经把我的录音发给老师了 现在在等老师的点评 其实我已经发过好几个版本给老师老师的点评过很多次 最后一次老师的点评是希望我可以抒情和叙述夹杂着一起去呈现这个稿 不然的话 纯抒情或者是纯叙述都会让感情显得有点太外在化 所以刚刚在电视的时候我就有配合的音乐啦 就尝试去找老师要的那个感觉 现在在等老师的回复 OK距离刚才发录音给老师已经一段时间了 然后老师终于终于回复我了 老师说我觉得整体还不错 所以我现在可以去化妆打扮一下准备拍比赛的video 虽然老师刚开始讲说整体感觉还不错啦 但是他还是有纠正我一些问题 要我注意一下咬字 尤其是前后鼻影我一直以来的印象 他要我注意一下不要动成 一下子就跑到后面去 比如说汪羊和汪羊 禁令和禁令 就是总之就是那个动成要大一点啦 当然我也不会读到汪羊那么难听啦 就是要我注意一下我前后鼻影的动成 因为如果一下子动成太快就跑到后面去的话 听起来就没有那么舒服 前后鼻影其实到现在还是我的硬伤 戴不掉的硬伤 我偷温你 我偷温你 中国 曾是我的一个梦 一个 老无可及的 这 就是我的中国梦 这 就是我的 中国梦 嗨 终于录完了 Angela几百遍 我这不明白为什么 我每次自己一个人练习的时候 都非常的顺利 也觉得自己可以一边过 就到最后真正开机的时候 都要录几十遍几百遍 才会勉强有一个版本 拿出来见人 你看现在 都快三点了 我还没有吃午餐 超饿 我刚才一边录的时候 肚子还一边在叫 我现在要点个外卖 吃饱饱了 才有力气剪video 外卖到了 现在我要 边吃边把刚才的video 剪辑一下 让它没有时间 最终于 我已经剪辑完了 已经到出口了 给你们看 看我 哎呦哎呦 曝光 中国 曾是我的一个梦 一个 遥不可及的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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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了ok了ok了 不要给你们看了嘿嘿 ok我现在要把我的video send给我的老师 我就大功告成了 send 发送成功 yeah 终于又完成了一项任务 我接下来的一周 都会非常非常的忙 因为已经期末了嘛 就要忙那些 考试啊 期末论文啊 期末作业啊 等等等等 说实话 我一般上都会在deadline之前 就把所有东西 做得好好的 交上去给老师 很少会拖到last minute才来做 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那种 敢死敢命的感觉 这一次真的是 怪自己太糊涂了吧 结实日期记错 幸好来得及 不然我真的是会原地爆炸 好啦那今天的这个video 到这边就结束啦 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点赞 订阅加分享 我要去卸妆感觉课中日了 祝大家都可以在DDR之前 完成所有的任务 拜拜 我这件衣服是我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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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考中穿的时候 报考中穿的时候 就是穿这件衣服 现在我大三了 要参加比赛 还是穿这件衣服 之后 有这件衣服